这首杰斯要不要限制一下 目前来说的话 RNG现在最需要解决的就是在蓝色方的一个BP的能力 所以我们看这把的蓝色方的RNG是做什么样的BP 三手剑魔已经按掉 那剑魔目前作为蓝色方 可能RNG要成下了一个班 目前还是绕过去一个点 但RNG的话第三手就省下了一种剑魔的班位 给到了卡尔玛 那这边中类放出来了 感觉是值得一抢的 我也是个人觉得 同样的还有包括你身上杰斯啊 像瑞兹啊之类的 也就在外面 所以杰斯拿下来保住上中线的一个强度 也是一个不错的考虑 这边可能是更不想把杰斯放给克尔茨使用 对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 克尔茨的杰斯真的有一把比赛太优秀了 对那今天如果要锁下这个九筒的话 那一个爱胖的亚索要不要选择下来 这个九筒亚索这个套路 真的是寒服现在非常的厉害 虽然说他们的打法不是那么的快乐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总在这个组合之中能找到一次快乐的气息啊 刚刚在老干爹的那场BO3里面也出现了亚索 所以考虑一下 九筒已经锁下 那这样子的话也就意味着 朱妹 但不过朱妹说实在的话 现在 朱妹延然也成为了一个摇摆人 因为少有的队伍会把它拿摇到上带去 是的 在这边看样子想先拿个瑞斯 因为毕竟瑞斯对于OMG的上中两路选手来说都是远在英雄十字列的 朱哥把这边是一个很赛式的一个选择 这上来就我刷给你看的意思吗 其实我之前是在LDL时候看过死哥配上杰的一个中演嘛 之前也是跑到过去 但是最先看小虎是没有变的 我是这么觉得的 就是你这样选死哥我觉得可能有点 有点奇怪 所以我个人感觉还是朱妹会更好一下 不要玩滑板 对因为主要是你选到杰斯这个英雄之后 你再拿到一个子哥 不能对他线上有任何的帮助 对就六级以后放个大呗 好同时再锁下一手 这个下路的普通意见 拉克斯虽然说现在优秘还在外面 但是拉克斯选用下来的话 对于线上的保证是非常的明显 对最近比赛我们看到越来越早的优秘出场 也是因为这个英雄他只能打一个顺风局 并且他不能游走 所以他其实对于团队的帮助是没有特别大的 而且已经我发现 优秘出场一定要看另一个英雄出不出场 就是奥拉夫 奥拉夫如果能出场的话 优秘的出场概率会大幅度提升 那另一边的话 我们据锁下一手塔姆 这手塔姆也作为一个摇摆位 因为刚刚我们有看到老干爹对战 伊利G的比赛 我们出现了这个伊利G上单之后 有选用塔姆 确实前面几个版本改版之后 塔姆的一个线上能力去大大的提升了 而且在LCK里面也是有一个上单塔姆的使用的 我们这边也有 但同样的第二轮半位 所我们刚刚提到的 直接给你按掉 Icon之马不要想快乐了 卢西安也是为了保护下路的对线 做出的一个选择 现在侠我觉得可以搬你侠 或者是尔巴 但是感觉看RNG前三手拿的人来说 这边搬侠会更好一些 但其实更重要的一点是 就现在AD其实搬不完 而且更加上你如果说把这个塔姆 大概是摇到辅助位上去的情况下 你其实对于下路的线上 就是对手无论选侠 就对于UZ来说 无论选侠 无论选卡莎 或者其他的AD英雄 其实对于OMG的下路线来说 路线都很难打 确实也是 那这边搬到一个小炮 应该也是最近有在查 UZID的战口记录 因为今天来的时候 我看的时候 他是在练这个英雄的 而且他之前玩的也特别好 的确 因为同样的上一个BO3里面 也出现了这个面对RNG下路的 一个小炮搬位 那薛尔也搬去 那这样子的话 卡莎跟霞也就是浮游粉在外面 看一下要怎么选吧 其实我觉得这一手 是一个AD会比较好 让这边认识再多摇摆一下 也是看一下RNG最后一手的选择 来决定自己的一个 当中的分线 哦 艾希在最近也是 逐渐兴起的一个 受走位的选择 目前有两种不同的流派的出装 一个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上个BO3里面出现的 这种致命节奏复古的平A流 同时还有一种 就是惠星流的走西兰刀夹三项 打这种消耗Poke型的这种 对 我觉得惠星的概率会大一点 因为惠星艾希在一开始 是在韩服那边起源 是打一个辅助位的 是 那这样子的话 UZ手上都选上很多啊 最终还是选上了卡莎 让一下卡莎 其实对于前不久 涛博有展现出来的 那个卡丽斯达加拉克斯的 那个下路双人组来说的话 其实这个组合强度很大 对 就 鹅鱼吗 鹅鱼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这样子的话 整个RNG的这个阵容 就有点偏AB了 就是一个问题啊 确实是这一点 但是鹅鱼拿出来的话 感觉RNG里面 更想中心结束一个比赛 而且看样子 RNG里面没有一个明显的前排 所以就是一个菜刀 也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是 但我曾经有想过 我说克尔斯补一首奥恩 或者是赛恩 就是这种双N型的坦克 这样的话到后面 就真的是有无敌的存在 但是 结果还是补下了一首 卡蜜尔 这样看的话 分动来说的话 肯定还是要克尔斯去玩这个卡蜜尔嘛 但是如果说是中单卡蜜尔的话 其实你搭配一个九种来说 这个不是我们常见的组合 这确实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之前最常见的 是青光影搭配一个中美嘛 对对对 但是我会感觉青光影这个 因为从打中单 它是有点类似于 一开始第三者的一个效果 因为它是有一个超强的位移 加一个大招 也算是一个强行的控制嘛 其实配合打野来说 是很成功率很高的 对但同样的这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打野必须得来 而且得拿到东西 就青光影响 九统这种是属于一个 把自己的筹码都压在了节奏点上的 这么一个选择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一把奥尔斯的一个思路非常明显了 还是要以中野的节奏为阻牢 尽可能的去影响边线 而另一边的话 RNG的阵容 其实拿的相对来说四平八稳一些 每条线上的线压都打的 就是在纸面上来说 看起来线压都不错 而且同时在中备这个点位上 也有个扎实的前排 对 这边阵容拿的比较扎实 那OMG这边也是我们赛前说到的 然后中野老搭档 再聚首 看一下能不能打出 他们应有的一个PASS 是 毕竟世界妹也是 重新回归了我们的 这个奥票职业赛场 地底场等赛队的首输 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他的表现 那就是看到对线的话 前期感觉鳄鱼打 对姿可能会稍微难受一点 对 那中路的话 杰斯也是可以压制一下 对面的青高颖 然后看一下这边 KATIA有什么选择吧 对这两边的下路 其实我觉得打不太起来 因为这边有一个塔姆 那同家这边的 拉克斯这个能力 又不是很强 是 就这把其实我们看到 OMG这个阵容 他们节奏点很多 甚至包括说在爱琪这一块 都有一个很努力的新手能 然后一旦打开局面之后 塔姆的这种双人流走能力 也可以展现出来 而另一边的话 RH一定要把对线7给打好 对线7 或者指出对方的节奏 应该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密集吧 对 所以我们跟随着梅在的奔驰 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场召唤式侠 炼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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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感谢三队粉丝啊 刚刚我也看到了一个 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盗拿着自己姻缘牌的粉丝 那这边爱惜这个基石符的一个选择 也是带了一个节奏 感觉更想打一个持续伤害 毕竟刚刚提到的慧星 可能是一个pok的打法嘛 如果真的这么大的话 可能会导致他们阵容伤害的不足 而且很简单的一点 打不动这个竹妹 看一下这个OMG后期曲线61%好高啊 是 可能上校觉得在毕竟这边有一个瑞兹的存在嘛 但第一波上来 爱康直接拉钩锁 打出一个自信一呼吞 上来跟小五换一套血弹 转头的话也被锤形态打出了这个电型 所以第一波换血 上面小五还稍微转一些 对 中路对线的话 卡米尔其实打杰斯是占不到便宜的 顶多是拿自己的护盾强绳去换下血量 是 而上路鳄鱼打瑞兹这条线 其实我们昨天在京东对阵IG的那个BO赛 没有看到过 就事实上如果真的双方打野就完全不管 那肯定是瑞兹占优 但是你一旦前期打野能够来帮一波鳄鱼 鳄鱼就有机会能够回头把瑞兹给弹杀 对 关键是这边瑞兹带的是一个会星嘛 他们局队也没有一个上位猛冲 如果对面打野来抓 他压线过深的话 他这个继续托优是跑不掉的 哎 抢二这边直接上来一个光致舒服给到 老同时给上点燃之后是闪现在给你把平安平 到最后一下被动 这一波OMG的下路防抢二的一个意识上面稍微的有点迟钝啊 对 而且这一波感觉 艾希自己的走位是有点不小时了 因为其实对线被拉克斯Q到跟莫根纳Q到基本上是一个效果的嘛 是 这一波真有点小问题 呃 这波其实不太应该 因为平常打这个就是下路这个对线的情况下 大家应该算到就九个兵来到双二 这一个点上应该OMG应该会猜到才对 对 他可能也是感觉对面没有像锤石牛头这样的英雄 然后可能忽略了这一点 那这样子的话下路直接2v2打开了局面 但是上路狼行这边还是会小吃一点这边瑞兹的锤 但是克斯这边蓝量也打得快光了 难受被压制的 但是这波能打出来一个传送还是比较赚的 哇 但是才八个刀啊 不知道回去能补什么这是一个问题 大家这边不灭珠问青刚眼 呼盾猛击 嗯 这边也都是这一套 对 就有自信用呼盾的存在 所以这个呼盾猛击这一个符文还是比较适合 就是青刚眼这个地方 狼行回家只能补了一瓶附用型药水跟一个针眼回到线上 但是TB落地那一瞬间又被克斯给撸了一套 这样的话对狼行来说好亏啊 然后这时候卡萨又在这个下半河道游业 而Word6却在上半河道 现在狼行其实日子会过得非常难受 狼行这边被入侵了 而且自己可能会发现 因为在九桶入侵过来 那个地方是有一个视野在的 嗯 卡萨来了 卡萨应该也是要稍微的保护一下上半部的对线 呃 九桶路过那个位置的话 不知道能不能被那个蓝色方的视野给看到 现在九桶这边可去的路比较多 因为自己的正面的中路在压线 并且上路这边 卡萨这个位置还是有点危险的 因为就直接TB下来 看狼行有没有感觉到吧 哎 这个探照果是一照应该也是清楚了 而且这一波Word6是没有草鞋 所以他身上没有掠食者的存在 哇 这波打断 但是应该是没有办法发生战事啊 留不下人了 打断回程争取一点时间 九桶第一波节奏还得等下鞋子 没鞋子没有掠食者的话 其实第一波有点难找啊 确实 看一下 卡萨这边没有抓到 正在回家的一个Word6 而且上路这个兵线 也是没有办法压制 没有办法抓的 是 而且这一波 没有办法帮狼行推线啊 导致Kurs可以很舒服的 把这个线给控在塔前 所以狼行战友只能回家了 有办法 等狼行的选拟节做出来吧 他其实线上会好过很多 这个时间点 准备再来抓的话 成功率也会高一点 对 毕竟我们昨天看到的那场比赛啊 鳄鱼的搭档是一个九桶 而九桶前期一闪的 这个掌节奏能力 肯定还是比这个猪妹来的 要扎实一些 猪妹主要还是要刷一个六级 但是九桶这个位置 感觉想动下路 而且这边下路是没有 后方是没有视野在的 是 那边下半步 同样的上半步狼行有多难受 那下半步 OMG的下路转组织有多难受 所以两边事实上 身上都有一个挺重的弹子挂在身上的 确实现在瑞兹压刀 然后这边优灾也是在压刀 第一条龙是一个风龙 感觉前面在下半区的中夺 可能性不会特别的大 下路这边依然是在压线 而双方的打野 现在目前离下半区都还不算特别近 所以还是一个天然的对线状况 那双方的中单 现在打野都已经转移到了 中单靠中的一个位置 而且六级马上要来 双方打野来到六的这一波 应该是一个第一波的节奏点 而且尤其是青钢引到六的 青钢引到六 这一波小虎很危险 直接踢到中 还跟六的动静出来 但是在一个靠塔的位置 上来直接一个一技能 锤开了沃德六 回头感觉闪现走 卡塔原来源 直接拿上了Icon的人头 这一波小虎的位置 保持得非常不错 而且卡塔这个闪现 给到涌动领域 但这波伤害好像跟不太上 卡塔这个闪现 真是浪费掉了 这波确实也是因为 Icon他没有带点燃 如果带的话 这边伤害绝对是够了 而且卡塔的反针 也非常的及时 是 而且这一波 真的就是 小虎靠在了一个 进塔的位置 让这边沃德六第一时间 会犹豫一下 到底要不要上了 然后上了那一瞬间 又被小虎一个 垂心来的一技能给垂开了 其实这个位置留人是比较勉强的 因为冰战就往前推的 而且Icon这个位置 应该是藏到塔了 是 拖着六代 是 这一波的确如你所说 如果说Icon有点燃的话 这波小虎是 有很大概率可能会净黄的 但是同样的卡塔这一波 也秀到 双方第一波的终于节奏 由OMG这边先下一城 在这边虚空索敌 是阁草有视野 所以打断了这边蝴蝶 但是好像 如果蝴蝶回城的话 这边有机会来越塔 虎蝶没回 那KASA现在要 点亮一下 因为自己刚刚把这个闪交了 所以自己很有可能进去了 也出不太来 确实是比较稳的 狼行现在上路依然过得 特别难受 这没有什么办法 这慧晶瑞芝就是要 跟你打线了 压制你 而且这边 还是一个新的 也不是特别好 来帮他抓 是 不过 大家也都知道 这狼行拿到鳄鱼的时候 他的抗压能力 还是比较强的 因为毕竟这个英雄本身 也具有不错的一个强度 但 终归这种上路线的 这个对线情况 不能就这么一直放人下去 因为这个瑞兹真的要发育起来 其实在OMG很大的 我们刚刚看到 KASA要给的那个 后期曲线图 很大一部分就是 由这边的这个瑞兹 给撑起来的 所以 这把OMG一定要让Kers肥 而RNG的话 尽可能的别让这个瑞兹肥 对 主要是Kers如果发育太领先 他去单代的话 一个发育没有他好的狼神 是制止不住的 这一波 两边的辅助都来用到中路 而且打野在附近 但是 双方都没有 轻举妄动 确实中路是两边的一个关键点吧 但是有一点就是 小虎里边拿的是一个杰斯 他配合打野能力 并不像青刚有这么强 但是 感觉RNG如果真的想动中的话 还是要以反蹲为止 对 这边龙配没有眼 所以看到了弗爹的位置 转头要被送到深几下了 等等等等 不过后面有水果拼盘 吃两口 哎呀 但是风龙 让他记仇 上来 就是你 就是你 但 唐姆其实很冤枉 打你的明明不是我 你为什么要动我 来袖手 因为 风龙其实是四条元素龙里面 他的攻速是最快的 所以 有的时候你被他喷你也没什么办法 这边只能找机会上来碰一下兵 其实上路过路的还是比较难过的 这边线上已经被压了二十多刀了 嗯 在同样的下下半部这方面也就 我很记得下路穿嘴 基本把这个刀叉给还回去了 而且关键开始他这边吃到了柱层 那线上是一个五百块的经济领先 啊 这一锅红组打没有咬到 还算不错 小虎这边中路对线也是逐渐想过了亏限钱 因为毕竟上有蓝buff的存在 而且 清刚刚已说实在话 在没有天马头之间 他的推线能力很差 而且看优在这边发育非常的好 对线是直接压了对面的 PEN一千丢绩 因为毕竟 毕竟也有这个 一选的紧张 原来这边RNG的终也已经先动起来了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推进拳的缘故 所以VOL6一波很有可能会被逮到 上来一发甩去 郑重了这边 九种的天灵盖一锤下来 小虎拿到这个人虫 他这边现在向路的卡子很危险 VOL6现在是有机会带起来的 看一下这边 就会先去打狼行的血线 但是KERS这波其实处理的不错 因为他第一时间把蓝色帮的冰箭全清光了 所以看KERS这波还想操作 对KERS这波还想操作 因为清刚仪也冲开身子 想要往上去支援 所以远处移角 这个是几方的剑 所以KERS也是毫毫不光 这边也有可能是在勾引 因为知道IC这边射箭了 如果对面强行想要跃塔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碰在塔下 是 但这一波RNG三人还是最终拉开 那已经比较稳健吧 因为确实当时也是抓不到 清光涌的位置的 但是要注意一下 下路已经掉了两层渡层了 RNG这边已经在对线 其实掉了两层渡层 所以刚刚KERS也就等于是 在UZ的眼皮底下 把这一箭射过去的 那这样子的话 下路的对线 目前对于OVG来说 依然是一个非常不舒服的状态 主要是感觉对不过 因为有一个LAKS的消耗 线上打线能力很强 加上KASA这边 他的经济非常的少 是 就现在对线期这么打下去 打到了十分钟出头啊 经济方面已经有2000的差距了 基本上是在 下半区的一个领先吧 因为上路狼熊这边是有点点落后的 看一下这边想动小虎 但是第一箭直接给发现了 直接速度三连一套 闪现上来 垂幅好在蝴蝶后面 护驾及时 而且WOT6突然那一瞬间 为了去躲避这个点燃的道德伤 还交了一个秒表 对 出来发现自己身上挂着一个点燃 好像一躲不开 有点害怕 而且 好在他先出来 他要在塔姆的肚子里 好像开不了那个秒表 是的 他就可能会直接猜死附中 而正面的话 有小明的存在 这一波小虎打得非常 就直接把Icon给打残 这边血线压制下来 哎 杰姆先锋拿的死去非常的好 因为对面的钟也都是残了 这边先锋可以无伤直接拿掉 并且这一波OMG 是换不到任何的资源的 WOT6 主要是上一波被抓死了 然后这一波又被 这个OMG的辅助给反蹲到 这一点 让现在世界面非常伤 他两波节奏 就直接这样子被对方给摁住了 对 我感觉这个先锋可以考虑在中路放一下 因为现在这边OMG没有人可以守塔 如果这个经济给到杰斯的话 感觉RG这边会很舒服 是 但同样的 Kurs现在开始消息 因为Kurs现在是OMG这边最肥的一个人 但是他发现除了自己之外 其他路好像都有点小崩盘的状况 所以赶紧要过来援护正面战场 旁边的一键 擦着KASA的猪屁股就飞了过去 这是不是在预判KASA这边放先锋啊 因为他设的这个位置确实是 别说还是有可能啊 但KASA事实上并没有这样想 所以只能组一波吧 反正这个水平线这段时间也没太大的用 但这样的话蓝 蓝buff也失手 这边准备动一下这条蜂龙 确实可以直接拿掉 因为这个时间点WR6是在上半区 而且狼行也是急迟地撤退了 嗯 赶紧把蜂龙拿了 然后赶紧抓下一条龙 但是狼行来了 这边还是有睁眼屏蔽的视野 不过Icon 受据很明明 赶紧拉了一个立体移动装置溜了 而且这波Icon闪战还带声响 感觉如果抢抓的话 机会不是特别大 因为这两个人只有 恶语的一个W是控制 是 没有留人能力 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哎 准备直接放在下路了 想要扩大一个UZI的经济优势 而且抢一血塔 毕竟上班不高 狼行支援一波 上路的这个肚层 又让克尔茨吃了一个爽 旁边蝴蝶被撞到 这波蝴蝶是有闪的 所以赶紧闪一线溜掉 打了一个闪 这一场 KASHA的节奏真的有点好 而且这个一血塔的钱 还给UZI给单吃了 现在UZI好肥啊 确实这样 KASHA的一个强势期来临的话 RNG在中期接团 其实这个时间点 RNG现在发育 感觉有点顶不住 所以他们想出来的变作方法 是爆破上路 现在要找狼行开刀 狼行赶紧清了一波冰之后 旁边视野是完全空的 第一波上来 艾考前拉了一个站住 很少 但是没有倒到 这边直接开大劝退 但是同样的 WZI这个大刀 其实炸得也挺烂的 所以当时小虎就被过来 一炮双响 闪着拿一口咬住WZI再次阵亡 艾考见识不妙 只能拉一走了 这一波 RNG这个中野的配合 好像稍微显得有点瑕疵 这波有一点可惜吧 只能说 因为他们来的时候 第一时间兵线没有进塔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三个人谁也扛不了塔 还有一点就是 他们的瑞斯 还有九筒两个人 都是AP商法 那鳄鱼这边 一个水晶铁摆在这里 其实你刚刚看到了 WZI的大招打 他身上一点也不痛 但其实我更想说的 就是在于 这个中野两兄弟上来的时候 这个两个技能放的 其实我没有太看懂 对 尤其这个爆破九筒 其实我没有看出来 就是感觉就像打个poke的意味 对 他可能是想先手 但是只要按那个走位的话 可能要稍微再往后面预判一点点 是 刚刚我们看到 这个肚层经济方面的话 左边RNG吃了相当的多 这一波而且Icon是先拉了一技能 他是拉了一技能过强 所以导致这一波这一时间 这个青刚蚁的一技能是在CD 同时忘了六这个大招 也就是纯粹的炸了一点狼血的血量 他可能是默认了这个战术 横扫中了 然后他可能有点减速 叫我这个大招可以炸一下 但是确实当时还是有点点距离的 是 就看起来会有点奇怪吧 但是OMG的下轮观众 现在要开始动 QW2连 呃 选抢合 现在他这样导致自己的位置很尴尬啊 蝴蝶这波是上风飙了闪现 这一波算有情话的感觉 也 也活不了呀 正面 而且明这边还光真处复 定到了 K 这一波 OMG的下轮双人组旅游了一波 把自己人头都送出去了 这波双人组阵亡的情况下 OMG正面没有人手塔 这个中路一塔等于说白白让OMG拿到了 实在15分钟的时候这个中路一塔破了 感觉OMG现在有点难打 对 其实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现在OMG的这个双人组配线到中路去是OK的 但是他们这一波的游走的主动是意义不明啊 尤其是在蝴蝶当时看到河道线以及蓝色号的人员的时候 选择的是直接QW2连先把河线吞了再说 感觉蝴蝶的走位出现一点小小问题 而且中路的线是往自己家这边推的 他这个时间点出现在河道确实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情 就说实在话我没有太明白这一波OMG的战术目的是没有 但是这个结果还是让这边RNG的一些控制链给留住了 就衔接上两颗人头也是轻松的拿下 对 而且这波小明的Q很关键 他是直接把片控制了原地然后给卡莎一个大招的位置 是 哦 现在克尔斯很着急啊 克尔斯说这一把我明明上路线打得好好的 怎么其他地方四个路爆炸 现在真的OMG所有的全村的希望都在克尔斯身上 但这个蝴蝶又迷路了 蝴蝶是没有双招的 呃 咦 小虎这个超远区域K头 这个小虎也是展现出了超越森林邦的K头功力啊 这边中下两个伊塔破了之后上路这边瑞兹其实外塔也不好守了 如果强劲要守就像这样可能要被月塔 看一下这波要不要直接先走 但同时克尔斯现在很没有 他现在有吃天使的护盾的情况下 其实克尔斯这波是有操作空间的 而且还有闪 所以这波看可以怎么说吧 而且OMG UJI来了就不一定了呀 而且已经OMG中人真的不管他吗 感觉 呃 好像真的没有打算管他的意思 确实你上半区自己家一个视野都没有 然后就只剩下上路一个外塔的话 他这个减点是应该撤退的 其实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真的 现在OMG必须得围绕着这个瑞兹来打 因为前面埋下的这个坑已经导致OMG这把 唯一的获胜情况现在几乎都在这个 呃 瑞兹的身上 如果说他们接下来不去保护瑞兹的 发育跟现场情况的话 我我个人认为OMG这把 可能他们唯一的翻盘点都会变得几乎为零 感觉最 呃 就截止到目前为止吧 这边如果真的享用比赛 要赢一个瑞兹的单单单线 而且 技也一定要做好 并且正面不被正面开团 而且这个单单线还不能被抓 其实我觉得条件是有点苛刻的 对 尤其说到视野这一点吧 我们看到小地图那红色方几乎 几乎没有掌控到地图多大的一个视野 而且第二条龙是一个土龙 这个土龙刷得很关键 拿到它之后就导致 RNG很有可能在20分钟走的这个时间点 直接去20条大龙 是 因为你看现在UZ的装备 它已经有羊包了 所以正面的话RNG刷大龙的 速度非常快的 而且同时 因为OMG界面的阵容 它是一个偏牵手跟分带的阵容 这个阵容并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前排 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 卡莎的伤害 右边没有任何一个单位能够扛得住 可是你也发现 这把狼型的鳄鱼 跟前面的鳄鱼不一样 他之前玩鳄鱼都是一个 C阶 然后第二战直接出血手 很稳健 那今天也是 有后援团了 对他设计之毛 展现一下自己 但其实我说这样吧 我觉得这个出装还是偏科学 因为毕竟他现在的重要职责是要扛住对面瑞兹的一个分带压力 而血手这些装备更偏向一个团战端 对 所以第二战直接赶着青龙刀的话 我个人认为也未尝不可 就是自己单打独多的能力会更强一些 那现在这个局面下 RNG的团队经济已经来到了接近7000 6000 6000多 对6000多一点 但在20分钟之前来到这个经济 领线的话 其实对OngC来说会有点难受 尤其接下来大龙要刷新 这个应该是对OngC来说最难受的一件事 所以这个经济领线我觉得是很夸张的视频 意味着现在RNG人均两件套的时候 RNG每个人只有一件半 那其实打团上面是一个字的差距 而且小6这一波 脱黑前进非常的危险 正面R1有一颗针眼差起来 已经意味着RNG这波走不了了 而且正面Icon想要援護自家兄弟 但是这一波怎么办 在旁边UZI这个位置很差 转头被克尔时间两下三下配合 Icon的伤害给秒掉了 哇 这一波 这一波OMG的中上抓住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机会 UZI这个猎手本身冲的位置太靠前了 而且第一时间也是被留住了嘛 控制链衔接上拉克斯盾刚刚也是 没有办法挡掉太多的伤害 哇 这一波RNG露出了比较大的失误 然后OMG给抓到了 这样的话这一波大的杀档前 刚刚是被Icon吃到了嘴里 而且这边给到了两队 哈皮给出我们的关于男爵方面的数据 来说击杀首条男爵的胜率方面 RNG目前还是100% OMG是50% 等待会带来分后的奖赏 那现在 AD阵亡一波但还好 他的双招都没有胶 这边抓到了一个新章 也是让你们拉翼直接过墙 就刚刚那一波 其实我个人感觉UZI打得有点松了 而且也取少了上半区就隔墙 那看到石头人那一块其实是黑的 他们不知道这个WR6背后有多少人 就没想到的是对方的这个上中 刚好两人都在 然后这一波正面一套打完 然后UZI一个NITO本身上来 然后发现了Icon直接一连打 结果被一个海克斯用头点给踩到之后 后续Kane还跟了一剑 所有的控制技能全部迎头 披头盖脸的盖在了UZI身上 然后就Kurs完成了伤害补充 他主要是看到下方塔姆跟艾姬过来 然后想想上路跑一下 结果没想到后面还有一个瑞珠佳的青光影 那这个时间点21分钟时间长 这就是二十大龙被艾姬一发水晶剑直接看到了 是 但是这一波的话WR6是有闪有翼 所以这一段时间RNG如果真的要全力抓大龙的话 是有被抢的风险的 所以RNG也选择拉开 我刚刚是艾姬的眼 有点口误 对 艾姬的无人机还是可以看到 刚刚那一波UZI阵亡的时候 现在RNG证明又有几波对抗的资本 尤其是上半圈也是抢回来了不少 而Kane的话刚刚 哎 水晶剑好像放掉了 不知道是射上了谁啊 但是明显是没有命中RNG这边的 我们看一下现在Kai上校给到了一个实施胸率 而这边是接近九成 是 其实在刚刚那一波UZI阵亡之前的话 这个胜率曲线应该是更偏向于 王九一开内收的 但这一波特别的大方 看一下这边一闪失误了 大招直接落下来 但是后续没有人可以先伤害 开了一个趋势的轴跌下来 但是第一时间青鸡又直接被秒了 但是UZI转头 依然也是被Kane的法师 有的给传染其他致死 但是后续的话RNG剩下的四名人员 一个是人多 第二个是K外残聚能力更强 旁边的话Kane是一个空蓝的状态 在旁边只能放了一个万键齐发赶紧溜了 正面剩上RNG这一波机会找的相当的不错 但是人员太少了 早第一时间Icon上的时候 他的一闪没有命中 然后大招直接抢落下来 但是旁边没有队友来佩服他来打舒服 是 就这一波如果RNG Cursed车发的更早一些 蝴蝶道的再早一些的话 这一波机会抓的相当相当的不错 对 确实RNG这个状态车体系 加上他们的中野是一个左统 加上他们的抓变能力是非常强的 但是确实感觉来了稍微晚了一点点 而且虽然最终是成功的击杀掉了 又在完成他们的战略目标 但是依然是因为人少了 省少了一些 加上前面的这个经济差距也存在 所以导致这一波凡输了之后 大龙buff是由RNG拿到手 它比给到了RNG的场均男爵 这个收益其实不算高 2500 有点低 但是比前面要好点 前面我记得有一场RNG是1000多 哦 下一条土龙又要刷新的 这条土龙刷了之后 我感觉RNG如虎添翼啊 因为他们拿到大龙buff之后 加上一个两土龙的加持 他们上高是很轻松的事情 对 但是同样刚刚两波 也给RNG提了一个醒 就是现在其UZI在 OMG的这个中上面前很脆弱 这边卡塔找到了Icon的位置 一个甩机没甩到的情况下 旁边Icon直接一直的拉走 这边卡塔迪了前面非常的肉 慢慢的好小 所以闪现 直接给W想要减速 也是在给中级小光打了一波Poke 但是后续这个游人能力 RNG方面的话 其实不算特别强 这边再次慢慢的减速 上来狼心想要咬人 但是始终差着好力 闪现了Icon 他光纸束缚 拉到了Icon 再转头 KG面一键也劝退了RNG这边中人 DG也不敢上 卡塔再一头顶 没有顶到 这边又光级束缚 差了一点 又在猎手本能跟上 硬要杀蝴蝶 蝴蝶擦了一丝血 最终仍然倒下 明打RNG的人头 远处再来一个光纸束缚 还是没有给到 但Word6被这边 猪妹的二转W 减速到之后 后续再追 一步又一步的跟随 KG这边开了一个 这件事情又转头 Icon一早奔上来 但是把自己给送掉了 他这波正面 现在是打了一个零换二 但是小虎这边 侧面一个一举能 直接带走了 XG的人头 这一波我感觉两边 都是站在沼泽地里面 在行军 一边在逃一边在追 最终RNG愣是活生生的 追掉了OMG这边三人 其实在第一时间 KG的大招没有命中之后 其实正面RNG的流人手段 是比较小的 而且当时那一波 狼性他没有闪现在 但他们一直是一个 他们第一是有一条风龙 他们的移速器要比对面快点 然后加上拉克斯的 一个异技能减速 是不断地留住了对面的人 其实我个人感觉 最大的问题是 OMG其实在中途 两波他们都有点想打 但我们这波先看 这个replay是上一波 两波都是展现出来 其实现在来为止的话 UZ在这一个 KARS以及 哦呦 旁边原来是 KASA买到的KARS 为止 但转机没有能打断KARS的车 如果打断了的话 这一波RNG处理的 就相对的 要会更好一些 但这波影响也不是很大 一换三拿到一条大龙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波 事实上这一波的话 我个人认为 OMG在这个车队的苦中 有几次三万的 其实想要回头反打 所以导致才被RNG 就这么一步一步地粘住了 其实正面 OMG这边也在拉扯 因为有一个IC在 他在正面打减速能力很强 那看一下这边 正面也是直接想上 通路高地 而且OMG正面没啥走 对 因为右边的手太短了 而且没有确讨清兵的人员 你无论对于OMG的三路人员来说 其实仅仅只有 KARS只有不错的清兵能力 但是他的手并太短 所以 这路高地也是 毫无悬念的 被RNG迫下 同时经济差距 已经来到了 一万多 一万三的一个数据上 这等于说正面 OMG守不了线吧 因为其实 IC的伤害也是不敢上前来打的 因为有一个KARS在 如果你稍微 稍微向前一步 他可能直接甩大招 是 但是前提是这边 爬木没有吃的情况下 对 同样的 而另一边的话 他们如果 OMG一旦不敢开团 就要应对说 无论是 像光辉的技能 然后杰斯的技能 以及 U在这边的取攻 锁地 很多的后个技能 远之直接一把甩 就摆在了KARS的脸上 一口吞下宝重的KARS 但是后面 KARS的血量很差 KARS顶在最前面 而右边缺乏切坦的力的情况下 导致KARS 是 很轻松地走了出来 同时掩护的队友 把这下路的水晶给拆掉 这边两路错了之后 大部分BUS的时间 也过此了 直接避回成 补一波装备 那下一波的话 感觉如果抓到一个合适的机会 而那边 是可以结束掉这场比赛的 KARS心里苦呀 这把其实KARS 说实在话 真的没有 他发挥完全是OK的 完全是在极格线 是80分以上的 但是很可惜的一点 就是他没有办法 这个影响全球 因为其他路实在是 崩得太快了 其实我觉得 这场MG这边 更多是想打一个 中野的配合 但是在第一波 配合的时候 由于扛塔 加上一个 卡塔集权反决的能力 他们是没有打得过对面 然后导致自己 中野这边被压制住了 这更想说的就是 他们如果 青钢引加九筒 配合起来的话 他们会一起去帮助 向LOKS打开局面 对 尤其这个 我们在BB时候就提过 就是中野的这个 节奏能力 事实上是 OMG是把最大的宠码 但是很可惜 这个宠码一上来 就丢失了 男爵之力 收益直接暴涨 5千1很高了 这个直接 涨了接近一半 因为 的确 这个大龙MUFF 直接帮助RNG 破了两路 而且中间还赢了一波团 还拿了一条土龙 是的 所以 这应该是到 我目前看到为止 这本月吧 可能 收益相当 可以排在前三的 这个大龙 差不多吧 最近两天 5千6千都是这种感觉 那现在的话 OMG只剩下 上路一座高地塔了 如果RNG里边稳一点 可以等下一条大龙 因为还有一分钟 就要杀新 是 但现在我们看 KIRS跟IKON 原来在中路 亲着兵 现在OMG翻盘的 唯一希望 真的就指望的 这两个上途选手 但正面的话 又是一个甩 就甩在蝴蝶身上 蝴蝶进化解掉 旁边可以转走一界 生在小虎 这样的伤害完全不够 现在韩冰没有伤害啊 现在打小虎都打得不太痛 正面又一头顶上来 差点顶到蝴蝶 但是三路已经陪我旁边 光之束缚 加上中级神光 往KIRS脸上招呼过来 正面游泳动领域存在 但是没有出手 蝴蝶一口吞掉 但是小六已经倒了 这一把比赛 应该已经结束了 那正面 诶 这边又是换掉了 但是最后一刻 IKON也走不了 自己的高地了 最后小虎也是 踢的复活甲倒在了群水里面 因为群水不会吃你撑个甲这一套 是的 看一下最快复活20秒 就这三个人 虽然开塔并不是很快 但是足以一波了 嗯 在此恭喜吧 RNG是非常轻松地 拿下了第一把比赛胜利 精细差距甚至一路来到了 1万5的一个点位上 恭喜RNG 因为这把比赛 还是这个问题 就是RNG的这个BP 拿的其实压力很大 而且他们实际上就做比较劲 最重要的问题 在纪念叶的节奏专业之后 他们也没有投资 足够的资源 去保护唯一的一条 优势的上路 对 其实在纪念叶节奏 被压制了之后 他们这个 阵容来讲 基本上哪条路都不能打开 因为上路三日 都可以压制 但是他没有办法单杀 那下路之间 卡路也是没有一个足够的线